要不说,在此前视频中我们就提到偶像天团BTS没有军白气,只有君子气 男团BTS成员V金泰亨,虽然已经在去年12月入伍,却依旧超活跃 先是军队官网陆续公开他们的军中照,看起来适应良好的模样,让粉丝都非常开心 而一直以来都人脉超狂,拿你老少前后辈都可以交朋友的他 此前作为男主角出演了IU新曲MV的男主角,掀起热议 近日仅有惊喜合体一位巨星,在IG发出与香港知名演员长龙一起合体拍摄广告的影片 打破次元BTS的跨时代的组合,马上受到海内外粉丝的关注 两人在广告中互动超欢乐,还一起划拳切磋,真的太可爱了 印尼著名投资应用程序SIM Invest,去年就找来V,担任代言人 近日官方公开新广告,没想到画面一转就看到长龙大哥惊喜 登场,意想不到的跨界合作让所有粉丝都惊呆 而两人的宣传图也在官方IG上曝光 V手插口袋帅气逼人,成龙这个梯腿想要冲破荧幕 广告中前半段仿佛V的话报MV,没想到餐桌一转 对面坐的人间是成龙,两人开心的隔空举杯对影 成龙跟V一起欢乐尬舞,成龙学着V做守卫舞 并且摆出架势,腰围切磋武功,V也有模有样耍了一套拳接招 一来一往的互动十分有趣 V在IG限动分享了这次广告拍摄的幕后花絮 与成龙精进贴脸的画面也太有爱了吧 两人还有默契的一起比出武打动作 V只接个踢腿,踢出镜头外,让一方成龙看到大小拍手不断称赞 让人有一种爸爸看儿子的感觉 不过遗憾的是这段没有剪金正片也太可惜了 明明V已经在去年12月入伍,没想到存在感还是这么强 上次与V合作的MV就展现了超强化学反应 这次与成龙的超萌跨时代组合也让人看了灰心一笑 相差41岁依旧玩得很开心 希望这个广告还有part2 不过入伍前相继拍摄的物料很精彩 其实BTS成员们在部队的生活更加有趣 BTS在去年正式进入军白期 即Jing, J-Hope, Suga接连入伍后 RM, V与致敏,中国已分为在12月入伍 让粉丝都非常不舍 成员们也完整体现身为他们送行 展现满满团魂 而在RM与V入伍17天后 官方公开两人的军服照 帅气模样引来大量粉丝朝圣 而没过多久 陆军训练所在官网公开了训练兵们的照片 其中与去年12月一同入伍的RM V也在内 只见两人与上次严谨的坐姿不同 这次都站在后方 RM还露出悠闲的微笑 似乎已渐渐适应军中生活 而V则是用黑布盖住半张脸 只露出一双眼睛霸气地看向前方 而上次V身上佩戴着小队长的标志 这次则是换RM 看来两人都很努力在适应军中的生活 在他们训练营结业时 当时网络还疯传 RM与V新兵训练现场的结业式影片 影片中 只见两人与其他新兵一起站在台上 表情严肃地接受颁奖 据了解 因为RM与V在训练兵时期表现得非常良好 所以被选为最精锐训练兵 RM还为新兵们演讲 讲述自己入伍心境及经历 并鼓励大家 不用害怕 真的不愧是什么都做到最好的BTS 让阿咪们都感到非常的骄傲 而在上月14日情人节 V也不忘与粉丝交流 现身 留言 来给大家中间报告 体重已达成72.5千克 我会再来到中程 最了解 V在入伍前体重是62公斤 他也在入伍前直播时 向粉丝约定好会好好锻炼 增重到86公斤回归 没想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成功增重10公斤 而看到V非常努力锻炼自己的健康模样 粉丝们也都非常开心 纷纷留言恭喜 这么快就10公斤 真的锻炼的太厉害 快进进目标了的 V在结束新讯后 其实就已经到了 春川陆军第二军团 双龙部队 宪兵特种部队继续服役 但你如果以为 在特殊部队服役的V 会变个人 还真错了 日前V再度被爆出军中近况 竟化身为军中版罗皮D 近期韩网论坛 疯传V的近况 一名网友表示自己的姨夫 在V服役的SDT部队 并听姨夫说了V在军中的情况 原po上传了V的签名 并发文表示 由于V来到了姨夫服役的地方 加上之前刚好有看到V申请特殊部队SDT的新闻后 想说很可能会去姨夫附近吧 没想到真的去了 并写下如果想跟V要签名就要在便利贴上写下名字拿过去 干部可以拿五张 助教则是两张 并接着说 不过不会直接给助教签名 而是要猜对他出的问题才会给签 被笑说根本是军中版的裸英CPD 原po也公开V给出的问题 BTS成员名字 BTS的歌名等 问题内容也展现出满满的团魂 而且答错还会被带走 原po爆料 如果答错 就会被一旁的助教抓着手臂赶出去 超搞笑金矿 直接让众人笑翻 真的不愧是被罗PD带出来的综艺人 而另一边 七世纪RM与V完成新兵训练后 隔天入伍的智民与征国也完成了训练 被分发到第五步兵师团继续服役 而贴心的智民也用手写信报告军中生活 还透露成员们都用公共电话联络 智民透过Virus上传手写信 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时候觉得很漫长 但因为旁边有中国 所以有时也觉得过得很快 虽然是不长的时间 但我真的很想大家 跟成员们都用公共电话互相问候 中国也很努力在进行军中生活 在军中也能感到满满团魂 接着大赞争国 因为训练生活太厉害 所以孩子们都说 不愧是郑国哥 我们都在一起 所以让我很依赖 郑国也带给我很多力量 马上就分发了 分发后我们也会好好适应的 我们阿尼也要小心感冒 不要生病 好好吃饭 只想好的事情生活哦 总之分发后也会写信的 我爱你们 虽然信中透露出浓浓思念 但看得出来大家都适应得良好 期待完整体健康回归的那一天 而除了刚入伍的他们 BTSDP入伍的成员 在今年就要陆续退伍 与大家见面了 2月初 J-Hub写下 阿米大家都过得好吗 我在36师团白虎新兵教育大队 完成了助教研究课程了 然后现在被任命为助教 正在努力服役中 果然因为工作太忙了 然后因为工作太忙了 所以没时间告诉这些大家消息 通过简短的文字向大家问好 表达对阿米不变的爱意 正在服役的大哥Jean 也在这一贴文留言 你干什么啊 Hobby的来信 这是我的内容 为什么学我 快给我钱 一等兵怎么敢学上等兵 休假见面的话 不要想着和我对事啊 要是拿不到特级战士的话 那就是丢BTS的脸 到这个月为止 给我拿下等留言 而在这之后 他也透过国军沟通平台 The Camp 上传了J-Hope陆军36步兵师 白虎新兵教育大队 训练兵的行军训练照片 J-Hope和训练兵们 一起完成了20公里的行军 脸上露出了明朗的微笑 兴了人们的视线 另外在和训练兵们 一起拍的全体照中 他戴着墨镜 神采一一的样子 也让担心他军队生活的粉丝 给了安心 J-Hope去年4月18日入伍后 被选为白虎新兵教育大队的 训育助教 10月获得了赋予战斗力 优秀的特级战士资格 而且还担任了分队长职务 过着模范的军队生活 另外 大哥J-Hope已提前晋升为特级战士 要成为特级战士的话 得通过各种严格的标准 在射击体力 精神战斗力 及战斗技术等科目中 都被评选特级 同样的 J-Hope在12月31日 写个粉丝们的信 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他说 正在为迎接退伍年 做准备 想尽快给大家 展现帅气的样子 真的让人期待 萨布队有着优异表现的他们 退伍后 还能给我们带来 多少惊喜呢